高速上发生事故后 大家都应该紧记 车靠边 人撤离 急报警 九字警局 等待交警过来处理 千万不要肇事逃逸 而前两天 G1521长家高速公路就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 后车司机受伤严重 可当民警赶到救援现场时 却不见了前车的踪影 事发9月23日0点50分左右 G1521长家高速公路往宁波方向 焚湖服务区上主线匝道附近 事故发生后 后车 货车的车头已经面目全非 驾驶员受伤严重 被卡在驾驶室里 而前车却不见了踪影 消防人员和急救人员随后赶到现场 经过破拆 将司机从驾驶室中解救了出来 并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由于事故发生后 前车已逃离现场 救援结束之后 高速交警立即展开了追踪调查 推成这样 它前面肯定是逃逸 尾部有碰撞 红迹红颜色就确定了嘛 肯定是后车嘛 有一个东西你看一下 估计是前车掉下来的 经过现场勘查 高速交警初步确定前车是辆货车 事发时有低速行驶嫌疑 很可能因此导致追尾事故的发生 而且前车装载的货物比较有特点 那么这辆车的后面装载你看 尾部的装载都是很参差不齐的 而且藏出来的 我们的这个事故车头啊 事故车的车头很明显的 就是这个脑袋上啊 这个脑袋上的两个洞肯定是圆柱型的或者是长调型的东西戳进去的嘛 嗯 这也是符合的 符合这个特征的 通过进一步视频比对以及对现场遗留物分析研判 高速交警很快锁定了前车车辆和驾驶员 并将驾驶员传唤至交警队接受处理 没在意这个事情了 你认为这是小事情 啊 当时我确实的事情 当时就是这么想 经调查 前车驾驶员证兆保险齐全 事发后怕麻烦就抱着侥幸心理选择逃离现场 目前案件已移交嘉兴高速交警支队办案中心处理 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盛卫东电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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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